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像这种二维码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几张图 这几张图呢,它都是二维码 都是可以扫描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操作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二维码 这边呢是一个制作二维码的导页 首先呢我们要给二维码增加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可以是文字 然后也可以是一个链接 根据大家的需求去写 我这边的话直接打个字就行了 好,内容就填好了 然后接下来的这些参数呢 我已经调好了 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项呢是容错率 容错率就是说这个二维码将来被识别的成功率 我们可以选择的高一些 选择Q或者H 这两项都可以 后面这个呢大家记得勾扫 下面这个呢是选择里面二维码的这个图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变化的每一个 我们这边的话选择一个1就可以了 下面的角度 本来二维码的三个标记位呢它是在上面 这边呢我们把它旋转一下 我们把这个三维码级别旋转到下面 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将来 我们做图的时候方便融合 下面这一项选这个圆角就可以了 下面这些设置的原则 下面这些设置大家可以按我的来 它的作用呢是使这个二维码的线条 更加的平滑 黑白分明 下面这一项呢需要说一下 它这边这个值呢就代表 外面这个白边的一个大小 我们这边的话选择四和五都可以 然后呢这一项一定要勾上 大家可以看 勾上之后呢 它在外面的白边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黑点 如果说有这些点的话 它可以更好的融合到图里面 下面这些大家都照着我的纸来调 其他的呢都尽量的保持默认 我们先不要去修改 等你以后熟悉了之后呢 然后再去调整这些参数 好我们来下载二维码 然后返回到step diffusion这边 在正式开始制作二维码之前呢 我们还需要装几个插件 插件呢我把它都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二维码的一个页面 这边呢它这个页面是有一个插件啊 可以把它下载到界面里面 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 可以按这个地址去下载 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装一个人脸修复插件 这个人脸修复插件的话 我们可以在界面里面直接去安装 比方点这个扩展 这边有个加载扩展列表 发新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输入进来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插件 点这个安装 接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装一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是用在这个ptrolnet里面 它是用来专门做二维码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我们这边要打开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页面 大家要下载的是这个啊 这个第一个还有这个第三个 把这两个都要下载下来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按到这个路径把它放到文件夹里 然后呢再重新启动一下WBUI 好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就都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边的参数的一个设置 第一项呢就是选择大模型 大模型这边的话 大家尽量的选择这种二次元风格 或者是插画风格的这种模型 这些模型呢和这个二维码的融合度比较高 将来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提示师这边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太复杂 如果太复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效果 接下来这个选项呢我们这个迭代部署 首先我们把它选择50啊稍微高一些 采用方法的话我们选这一个 然后把这个高分辨修复把它勾上 插数呢都是默认的 大家不要去动它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人感修复 刚刚安装的这个插件 这个呢把它启用 模型这边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 假如说大家上面选的是2D类型的模型 我们就选这个第一个 假如大家上面选的是写实类型的模型 我们就选下面这个啊 它就不一样了 下面的门绑处理 把值改成复式 然后呢我们点开这个Pontrolnet 把我们刚才做的二维码拨上来 这是我们刚才制作的二维码 然后参数这边的话首先要点启用 完美像素模式也要打开 假如说你显卡不太好的话 把这个地线存模式也打开 模型这边的话 大家如果说前面安装正确的话 这边你刷新一下 或者是你重启了Wi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找到这个模型 下面的三个参数呢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第一个呢控制权重 建议大家选1.5 引导介入时间 这个呢不要超过0.1 我这边就选个0.05吧 小一些 引导终止时间 这边的话大家不要超过0.9 我这边选个0.85 这三个数呢 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做呢 就按照我这三个数来写 因为这个呢是我尝试了很多次 成功率非常高的三个参数 大家以后熟悉了之后呢 可以对这三个参数进行一些微调 下面这个呢不要改 缩放模式把它选出这一项 这样的话我们就所有的准备工作呢 就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点击这个生成按钮 让它去出图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点一下 它这个呢时间比较长 等一下我会直接跳过 好这个图呢已经出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生成的二维码 大家现在可以拿手机扫一下 这个RM是可以扫描的 下面这些参数的话 大家可以去微调 参数不一样的话 那么最终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 稍微简单一些的方式 这边有一个网页 它也是用来做二维码 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如刚才那个好 但是大家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 在这边做的话是要更简洁一些的 因为它所有的工具都提供了 我们只需要改参数就可以 这边第一项呢也是填内容 填文字或者是填个地址 然后呢我们下面的话 把我们这个二维码填上来 然后这边的话提示词 下面的话是三个参数 这个采样器之类的东西 它这边给我们提供了三个例子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参数的话 可以照着它这边的例子来填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不用去动 我们来生成一个选项看一下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出来的效果图 这个效果呢确实不像那个 我们刚才那个效果好 但是呢它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这是它的优点 这个的话大家就去调制三个参数 最终呢就控制这边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种 它这边的话有一个动态二维码 它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怎么用 首先呢我们要安装 然后大家点这个 把这个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里 这个就是它的文件夹 打开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呢我们这边去安装 它这边给了一个安装方法 通过命令行去安装 然后呢我们打开文件夹 在这边直接输入CMD 打开这么一个窗口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 安装的命令把它复制上来 然后回车键 这样就开始安装 因为我这边呢已经装过了 所以它这边没有反应 如果你是第一次装的话 会有些文件需要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它这边呢给了一些命令 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在这个命令行里直接输入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回车 好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呢已经成功了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这个就是刚才生成的这个维码 我们直接生成一个彩色的图案 这边的话需要一个素材 素材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两个素材把它拷过来 我们直接放到这个文件夹里 然后呢我们看它这个命令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呢把我们刚才这个名字去改掉 我们刚才那个是1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1这张图片呢 和这个二维码去结合到一起 我们来回车 它这边说错误 它不存在 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 我这是PNG 我这边写错了 重新来一下 这回的话就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就这个 大家可以看了 一个小猫 我们已经把它融合到二维码里面去了 而它是黑白的 下面有一个增加色彩的 就是用杠C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增加杠C 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效果还是有点意思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动态二维码的制作 我这边的有一个动态图 这样的一个熊猫 它是2.tf 我们直接来画一下 它需要等待一下 成功了 很快 这就是我们这个动态的二维码 它为什么不动呢 这个 换个播放器 大家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是能动的 能动的 然后这个图呢 大家把它藏到手机上之后呢 它是可以动的 它确实是动态二维码 好 这个今天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